粉紅超跑即將走起 來自全台各地 香燈角門蓄事待發 淨香服務已經發完 報名人數沒受影響 仍在持續增加 統計到二月底 已有十五萬四千人登記 截止日在國立三月十四號 第一次跟著白沙屯媽祖 大家走到哪裡 然後就 大家在哪邊睡就跟著睡 反正就隨興嘛 其實過去參與九天八夜的 淨香盛會人數沒這麼多 今年來快速打開了知名度 每年越來越多新人 加入長途跋涉行列 回顧香燈角的成長史 民國九十一年時才三千多人 當時年漲幅也不多 到了一百零三年突破萬人 一百一十一年將近十萬 隔年十一萬多人 到了今年還沒到截止日 就有十五萬四千人 比起去年增加四萬多人 成長三成 當初也沒有組成交通隊的 大家一樣自發性的 都很守規矩 為什麼有交通組服務 因為增加車輛太多 圍繞在媽祖鑾教旁邊 最常見的除了大教組 另外就是維護現場秩序的交通組 廟方說其實早年僅有 大教組跟頭崎組 後來增加了總務組 扶令組 也因為前幾年的疫情 增加了消毒組 另外也規劃交通組 清潔組 由於鄉客一多負責替禁鄉大軍墊後的清潔組 今年志工人數也是史上最多 今天能夠用露營的方式 個人攜帶個帳篷或者睡袋 各自找個可以周峰避移的地方 今年北港朝天宮的鄉客大樓 無法開放讓鄉燈角站協議晚 因此鄉客除了提早尋覓 學校公家機關提供的場地之外 保險起見最好還是自備帳篷睡袋 隨雨而安